各位法师,各位善知识,南无阿弥陀佛 继续讲万有理论 从星光化为尘到伊犁为尘造世界 从上在宇宙第一音的宇宙大师中的秒针波动 在二禅的光阴天里面产生了 善静光明逢轮以来 那么这一个太粗黑洞里面 将上一个三叠际降速以来 光阴的衰变 那么变成了光体的光子云 以及尘埃的气体云 在风轮形成的时候 在0.01秒的千亿万分之一 那么产生了它的奇异点 也就是黑洞的爆炸 在心动生风以后 一系列的融合分裂 分裂融合 其实表面上看起来 是光子云 与尘埃气体云 其实它的内涵 是由灵虚尘来主导的 所谓灵虚尘 是出于《能源经》 释迦如来所说 而灵虚尘呢 它形成了两个 一个是空息粒子 一个是色息粒子 什么叫空息粒子呢 就是心是灵虚尘空的 也就是心暗淡 而不能发光的意思 也就是空无边的 宇宙的外太空 一般把它叫做无色界 好像淡里面最高穷顶的地方 有一个空洞 再来就是淡青 淡青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色界 它的主要原因是结暗为色 来自于各个别叶 第八阿赖也里面的五音 色受想恨事 色就是刚才所说的 光 光粒子 它叫做光子光体云 以及尘埃气体云 都是由于这个色所形成的 色受想恨事呢 这个色呢 就是空虚粒子 跟色虚粒子 两个来质变的 那么 从光阴天里面 它心动生风呢 就是其中有信 再来由于 它守不住 它的觉观 内受 也就是外空 跟内空 内空的部分呢 不能接受 深沉的往内心去观照 就守不住 所以才从四禅 出定 精神还疏 调到二禅天来 这就是一个明正 所谓黄黄伏伏其中有精 表面上是指生命类的精神的部分 但这个精呢 是精明外入 也就是 这个 去外奔益 也就是 向外追求的意思 那 总共呢 大概 色受想恨事 这个 色生香味触发 内心呢 就是色受 想恨事的五音 叫 结案为色 而外在呢 就是 精明外入 就是 去外奔益 向外的追求 所以 这个精呢 恍恍惚惚 其中有精 指的是 对于外在的 现象 也就是说 往内看 没有什么 因为失掉 绝观内受 我们外在呢 去追求外在的存在 表面上还看不到 光阴天人 有光阴天身 其实是有的 它以光跟阴为身 此外 光阴天悔无所有 其实是有的 往色旧今天看呢 就犹如我们的虚空一样 那么 那 内空守不住 外在的空呢 就看到 毁无边际 无穷尽的虚空 就是现在的宇宙 那么 福尽的就掉到 这个 出产天来 若动来游信 那么就是 主要呢 就是 它的 二产天也待不住了 因为绝观内受 它守不住的时候 身体就会往外飞 那么就会 飞到我们今天形成的 欲界天的宇宙来 如人动来游信 那成为游主 家里面就不想呆了 这是后来宇宙人的主要的来源 此时呢 宇宙尚未形成 当然没有地方可以飞 那么天人 一念心的飞翔呢 其实呢 亿万光年的地方就 很容易到达的 可是在 新东升风呢 它不但是 内空守不住 外空呢 也是 这个 结案为色 就是说 它的天眼呢 不能穿越 所谓今天的 色界天 里面的 色旧今天 就好像 我们人 在地球上 看不进 宇宙 遥远的边际 一样的道理 就是外空 也受到的限制 其实呢 与 我们人类 一切众生的本源呢 若心清静 则在遥远的宇宙呢 都可以 用天眼一眼来看穿 就是 内空 外空 内色 外色 这个时候呢 因为 内心的觉观守不住 这是很重要的 心动升风 第一个 恍恍惚惚 其中有信 第二个 恍恍惚惚 其中有经 就是 去外奔异 手 像人一样 一天到晚呢 眼明 手快 心冲目明 一切都想 到处去旅游 到处去看看 对于 木迷五色的外在 充满了好奇 而内心呢 是看不见的 一般光阴天人 也以为 眼睛闭起来 往内空 内在的觉观去看 有什么了不起 又没有什么 其实这不然的 假如是 色界天的 旧境天 色旧境天 它内在觉观 在的时候呢 往内在的 这个 觉观去看 那么宇宙的一切呢 动视无遗 并不需要 外空 外色来看 而内空 内色的 它的内在 觉观呢 就可以动进 动视 宇宙 生成 宇宙 终结之后 一切呢 都可以在 色旧 今天的 产定里面呢 由内心来 来观照 就可以 寥寥地 见到 现在 撕掉 外面 内在的 内空 内色的 觉观呢 它 觉得 内心是 很寂寞的 一切 闭了眼睛 往内看的时候呢 就伸手不见五致 这就是 这个 光阴天人呢 它堕落的 主要的 原因 以及后来成为 欲界天人的 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 就是 手不至 这个 恶禅的 光阴天 都是 觉观 失窃的关系 如人 失掉 谋理宝珠 而再也寻不回来 一样的这个道理 那么整体 宇宙众生在 二产天里面 心动 生风 它一系列的分裂 在这个 太初黑洞里面 依照佛经来讲 它分裂了 五到 七个宇宙的原子 第一个呢 我们佛经 一方面都把它叫做 四大跟五大 所谓的 地水 佛风 空 那其实呢 还有 第六大 跟第七大 依次来讲呢 第一个 是 地尘 佛经 叫地大 它的 现象 就是 固态性 而它的属性 就是 坚固性 我们 我们用 佛法跟 现代科学 来结合 叫 金 晶子 金 玉 的 金 金 就是水晶的 金 原子的 子 所以 地大呢 是 坚固性 也就是 我们的 今天的 金银 铜铁 等 各种 金属的 属类 以及 我们的 尘土 都包括在 这个 坚固性 里面 其次 第二大呢 叫水大 也叫 水尘 都根据 刚才所说的 零须尘的 分裂 由空 吸 粒子 色 吸 粒子 空有 富变而来 水大呢 是 液态 而由于 它的属性 是 均润性 湿润性 这个地方 把它叫 冰晶子 第三 为火大 佛经里面 叫火大 这个地方 叫火尘 其 形态呢 为气态 那么 它的属性 是 光耀性 以及 我们一般 所说的 热度 我们从 宇宙的 往内看呢 那么 最高 四热的 我们一般认为 是 所谓的 太阳 它就是 这个 火大 其实呢 我们的地球 到处也充满了 火大 如我们 火山里面的 火 它的属性呢 就是属于 光耀性 这个地方 叫 电精子 第四大 为风大 在佛经里面 说的 这个地方 叫 风尘 其 表态呢 就是 迅态 迅速的 迅 所谓的 风大 呢 迅态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 现在的科学 叫迅子 属性呢 是 转动性 其实 就是我们 心头上面的 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过去 迅恋间 现在 现前 迅恋心 未来 迅恋心 这三个呢 都属于 迅子 也就是 属于 迅态 在这个地方呢 叫 速经主 速度的 速 第五大呢 为 空大 来自于 佛经所说 这个地方 叫 空尘 那么 虚空 怎么会有尘呢 有的 我们看不到 空尘呢 是因为 我们是肉眼 空 也是尘埃的一种 那么 到了外太空呢 它才不会 有空尘 其实 内太空 是有空尘的 而 它的 表态呢 是 恒态 永恒的恒 属性呢 是空洞性 如我们 人的空洞力 像现在的 太初黑洞 以及 我们创始宇宙的 太空黑洞 如所谓的 空洞力 以及 我们银河系 最中间的 空洞 就是所谓的 空洞力 所以叫 空洞性 在这个地方呢 叫 虚经子 它分为 空虚力子 色虚力子 那么 我们前面呢 说了这个五大呢 其实还有 第六大 佛经呢 一般则讲到 五大 那么到了 密教的经典呢 才会加上 四大 所谓的 地水 火 风 空 跟 室 那么这个 四大呢 这是佛经 所讲的 出于密教部的 所谓六大 常瑜伽 所谓的 它的表态呢 就是 中态 在这个地方 叫戒成 介绍的戒 它的属性呢 属于 媒介性 什么是 媒介呢 如 这个 汽油 需要 火才 来加以点燃 或者 我们用空气呢 来助燃 那么这一些呢 都是媒介 它的属性是 媒介性 在 这个地方 给它个名字 叫 戒经子 介绍的戒 如此的 地水 火 风 空 事 也就是 地尘 水尘 火尘 风尘 空尘 跟戒尘 来 我们太初宇宙的 这个太初黑洞里面呢 产生了一系列的联合反应 融合反应以后呢 那么 先形成了 它的 每一个原子的 空洞力 在 我们的黑洞 给它吸纳了以后 又给它了一个向心力 那么爆炸以后呢 给它一个离心力 此外 在这个东西分裂为地水 火封空 我们佛经常常所说的地大呢 很容易就看出来了 如地球的表面 到处不都是地吗 那 可是 我们要是到了太阳呢 那 你就看不到所谓的地大 因为它全部是气体 全部是氢原子 跟氢原子核 它内部呢 是 其实也有一个金属的核心 以及空洞的 太阳的核心 也就是它的空洞力的部分 那么换句话说 你到了太阳是看不到地大的 其实呢 它为什么成为一个火球 而不会爆炸 它本身呢 当然是来自于它的离心力跟向心力 向心力 离心力呢 让它的光 热 往外辐射 往其他的八大行星辐射 而它的相信力呢 让整个太阳的这个火球 千百亿万年来 那么 常固其形 虽有各种爆炸 它仍然保持这样一个圆球体 就是它的相信力 以及它的空洞力 让它这样子虽无限的爆炸 无限的分裂 但是都由于空洞力 于相信力 让它那么威力的爆炸 千百亿万吨的 这个黄色炸药的 或者几千百颗的原子弹的爆炸 都不会因此而崩裂 就是这个空洞力的力量 也就是刚才所说的空城 如此我们其他的星球 也各有鼠态 可是这个地方所说的水大 其实我们的水大才是奥妙 也就是说 在射界天 也就是一个淡的淡清的部分 就是射界天 欲界天就是淡的淡黄的部分 也就是宇宙最污浊的部分 来形成尘埃气体云 来形成我们的物理宇宙世界 那么光体的光子云 形成了这个初产天 以及欲界第六天 第五天 第四天 第三天 还有这个第二天 三十三天 第一天 四天 王天 这六个天 欲界六个天 就是淡黄的部分 它都是由前面的水大来形成的 水大 一方面从初产的这个 二产的这个光阴天 先形成了光阴天的天宫 那么这个时候光阴天的天人 内观自在的人 还享受着自在第二产的 他的寿命 以及他的天赋 是初产天千百万倍的 这个天福可以享受 那借觉观不足的人 就调到初产来 可是水大就不一样 水大先以鬼斧神功一样的 先形成了二产天的 这个光阴天的 美丽 瑰丽的这个天宫 然后形成了以后 水少了再降一层 才成为凡黄天的这个天宫 也是鬼斧神功 瑰丽而不可思议 再降而为凡黄天 再降而为这个凡仲天 都是这一个水大 可是你就看不出它就是水 其实呢 水是光尘 在色旧今天是光尘 也就是光直光体云所形成的 那么这个光呢 这个光呢 到处流动 那么这样降了三级以后呢 逐次的 就是慢慢的降到 玉戒天的第六天来 也是形成了 也是这一个水 但这个水经过了二产及初产 形成了各种天宫以后 轻轻则上乎上升 重灼则下降 那么现在这个水最污浊的部分呢 就降到这个玉戒天来 所以玉戒天 像我们看淡黄 一看就是它就是污浊的 有浊气的 有心慧的 那么难道这个地方还叫做水吗 从科学来讲叫尘埃气体云 可是我们从佛经来讲 它还是水大 而这个水大还是到处弥漫 所以佛经讲的 跟我们今天科学所说的 其中呢 有若干的这个差距 都要透过现在的科学 加以整合 加以融会贯通 特别要透过佛法所说的 五眼同观 以及今天的超科学 以及今天最先进的各种科学 特别是统一场的理论 将要诞生 在今天21世纪的今天 我想也是宇宙科学 最先进 最前古未有的一个时候 那么更是我们佛法 发扬光大 特别是妄有理论 第八阿赖也是 那么透过了这个 全人类 全宇宙生命类的 它的心理运动 的这个力学原理 而发明了这个五大 那片宇宙的一切处 这个时候 恍恍惚惚惚 其中有精 那么这个对 我们刚才所说的五大 有什么作用呢 有 这个恍恍惚惚呢 它起了颇动 恍恍惚惚是指我们 光阴天 它的天人内在 这个觉受 以及它精神的觉受 这个精呢 是我们如洞中观火一样的一个景色 但是跟我们觉观 内在的觉观 自在是不一样的 这个精呢 就犹如有人在黑暗的洞中看到火球 这个如此名为精 但是又像透明的水精一样 其实一方面它界定了 这是人类精神的部分 而恍恍惚惚其中有物呢 就是指宇宙而属于物理物质的这个部分 各位法师 各位善知识 南无阿弥陀佛